大家好我是封信哲 我的草莓之前用杯子接了一些小苗 现在根都长得差不多了 像这种长得比较好的 直接把这个苗拎起来 都能把杯子给提起来 就说明它的根系已经长得很好了 就不用这根走劲再连接到母株上了 就可以把这个走劲给它剪断了 走劲剪断之后它就成为了一个新的苗 草莓的繁殖方式有几种 第一种就是这样走劲繁殖 然后第二种的话就是分猪繁殖 分猪繁殖就是说一颗草莓 它慢慢的会长出多个头来 看到没有 这原来我是种的一颗 现在变成了一二三四颗 如果是分猪繁殖的话 可以把这个再分开 把这颗单独给它种起来 这中间还可以再分 就是从母株上面给它分下来种 就叫做分猪繁殖 这里有一颗草莓 有点红了 还没有红透 草莓的第三种繁殖方式 就是利用草莓果皮上的这些种子 等这个果实红了之后 它的种子也成熟了 就用这个种子拿去播种 也可以种出草莓苗 我现在把这些草莓苗给剪下来 有些小苗上面 都又长上小苗了 看到没 这些又可以拿杯子接起来了 这样用走进阶的 它会长得比较快一些 而且它的成果率也很高 总之动的它就长得慢 好几个月才能长大 这边有两颗 它这个走进比较短 然后一个杯子的话 就够不着 我在下面垫了一个杯子 看看这个根系 都已经长到下面那个杯子里去了 能把下面那个杯子都掉起来 这颗呢 那这颗也是 根系都长到下头去了 草莓的根系它长得很多 也很长 所以种植草莓的容器 最好是稍微深一点 把上一批剪掉之后 这上面还有比较粗壮的走进 想接的话 又可以用杯子把它接起来 把它处上去 然后用个小叉子 把它稍微固定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它每一颗小苗长出来 它马上又长新的出来了 这个头就是长小苗的 这颗草莓它已经在开花了 这一边开花一边长走进 这边的一大片 都是直接从母株上面接的 那个走进没剪断 就直接那么接的 然后这一些 就是当时有一些走进比较短 我就把那个走进给剪断了 插在杯子里接的 这个存活率只有三分之一 而且这个苗的话明显就没有 直接在母株上面接的 长得那么好 所以说有条件的话 最好是直接在母株上接 它的存活率更高 苗也长得更好一些 我的草莓去年买的时候 是买了有十几个品种 大概是差不多20克的样子 就是花架上那些大花盆种的 就是去年买的苗 然后有一些又是后来 慢慢的接走进繁殖的 光这一批接走进繁殖的 就有五六十盆应该是有 草莓只要你把它种活了 就会越种越多 最后多到你没地方种 虽说是小苗 但是它还是有一些黄叶子 把这黄叶子直接给它揪掉 走进给它剪断 这种小苗上面再长出来的 我就不要了 种不了那么多 修剪好以后 现在来给它追一点肥 放到管子上面去之后 也不太好追肥 草莓的蓄肥量也不大 就在这旁边挖一个小坑 给它埋上几颗羊分就行 放的肥太多了 它反而要烧叶子 偶尔给它埋几颗羊分就行 平时的话 我就是用鱼翅的水给浇的 也没有放其他的肥 等到结果以后 偶尔就给它浇一次 菜籽饼的肥水 像这个杯子它的土比较少 就再给它装一点土进去 其实草莓还是很好种的 刚开始不会的时候 觉得种草莓很难 老是把它种死 其实会了之后觉得很简单 不要管它 不是特别干 没有干到这个叶片发烟 就不用给它浇水 然后肥的话 平时基本上都不用给它浇什么肥 像这样子放几颗羊分在里头 基本上都能管好几个月 不用给它浇肥 直接浇清水就可以了 等到它开花结果之后 给它浇一点点淡淡的肥水 用饼肥水也好 或者是羊分水也好 都可以 就很容易种 不要像种菜 或者是其他花那样 经常的给它浇肥浇水 那样子反而种不好 你看我这些 这几个月就没怎么管它 去年我刚买的时候 就是三天两头的 就想给它撕点肥 浇点水 然后它就长得一点都不好 差点种死了 今年我就不怎么管它 反而就是长得非常的好 草莓就是要懒养 只要你的容器排水比较好 它不会接水 一般它是死不掉的 我夏天也完全没有遮阳 放在这室外 今年夏天特别热 四十几度的温度 它也没有晒死 我的这些小杯子 是接到我墙上的种植馆去种的 所以说 我基本上都是不用换容器种的 我直接这个杯子放上去就可以了 如果说 想要换成花盆种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花盆里装上土 这个土的话 营养土或者是普通的泥土都可以 我这个就是院子里的土 加了一点椰汤和珍珠盐拌在一起的 松松的装上一盆土之后 挖一个坑 这个土里面不要放任何的肥料 也不要放底肥 把这个草莓苗给拖出来 它这个根系是团在一起的 可以把下面这一部分的根 稍微给它扒松一点 给它扒开 然后再放下去 把周围的土给它按紧 种的时候 这个土不能超过它的芯 不能把中芯给它埋住了 中芯埋住了 它就没有办法长芯叶出来 反正深不埋芯浅不入根 把根全部给它埋住 但是它这个进肌部和中芯要漏在外面 轻轻的捏一下这个杯子四周 它就很容易拖出来 这个根系已经长满了 买回来的血盘苗也是这样 轻轻的把底部 它的根系团在一起的 把底部稍微给它扒开一点 扒得松散一点 然后挖一个坑 给它动上去 这个土里面千万不要去拌肥 你拌肥尿在里头 或者是放底肥的话 掌握不好 它就很容易烧根 如果说怕它长不好 想给它放点肥的话 种好以后可以在这旁边 稍微挖一个小坑 然后放上几颗羊分在里头 分两个方向 没有羊分也可以放几颗复合肥 复合肥的话放个三四颗 四五颗就够了 千万不要放多 草莓是非常不赖肥的 肥稍微一多 它就容易烧叶子 那个叶片的边缘就会浇掉 严重的也会烧根 每一颗在旁边给它 浅浅的挖一个小坑 埋上几颗羊分 这个就足够它苗期生长的肥了 在外面买回来的苗 或者是网上买的血盘苗 买回来也是这样子种 种好以后给它浇透水 如果像我这样子在旁边给它埋了几颗羊分的话 两三个月之内不用给它浇肥水都可以的 直接浇清水 等到这个叶片干得有一点点微微的发软 或者是发烟 再去浇水都没有问题的 千万不要天天去给它浇水 水浇多了它容易烂根 最后就种不活 就干成这个样子 它也是死不了的 给它稍微浇一点水 半个小时它就缓过来了 小杯子里面的草莓肥也上好了 现在就给它浇一下水 浇完水之后就可以放到管子上去了 我那个大的浇水壶那个喷头坏了 所以我就用这个小喷壶给浇一点上了 水太大了 要把这个泥给冲得到处都是 我这墙上的管子上种了一些吊栏 还有空心菜 狮子花这些长得都不太好 我要用草莓慢慢的把它们给换掉 然后再看看换一些别的 西洋菜什么的 反正都试一下 看看什么放在上面不用管 它长得比较好 这管子里全部都是流动的水 所以放到这上面之后 我连水都可以不用浇了 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些蒜饭船看起来 我们现在的沙粮箱里的砂糖 我们下谷了 然后我们下谷了 一边吃的 这批总共放了有60小杯草莓上去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够长得好 先试试看吧 等它们长大一点 看起来应该会比较壮观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这样了 我是封信泽 喜欢我的视频去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